刚刚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 同时被高声祝贺 满满笑脸 激烈批评 调侃讽刺围绕 对于这个首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公民 不少大陆网友表示为他感到骄傲 但是对于莫言的写作风格 体制内作家的身份 甚至他的名字都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议 一起来看看 10月11号 中国山东乡土作家莫言 凭借作品《挖》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这一消息瞬间让大陆论坛和海外华人沸腾 不少人表示以莫言为豪 与两年前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不同 中共媒体包括新华社等 也高调报道了莫言得奖的这一消息 莫言写过11部长篇小说 以及100多部中短篇小说 在中国作家富豪榜的榜上有名 他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文学手法不断创新 讲故事引人入胜 有人甚至用富含创意的文字焰火 来描述莫言的作品 不过在对莫言获奖的祝贺声中 也夹杂着抗议和讽刺 许多来自中国的批评说 莫言同体制过于紧密 不应该得诺贝尔奖 莫言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同时也是一名中共党员 因此有人说 莫言讲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 只敢进行体制内的批评 有网友甚至直指 莫言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共产党员 而曾经当过记者的大陆作家 铁刘则力称莫言 铁刘认为莫言的作品注重真实性和人性 他说政治因和文学评价分开 有关莫言的批评 除了曾经参与抄写毛泽东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他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中 随中共作家代表团集体退场的一段旧文 也成为外界批评的焦点之一 曾在法兰克福书展中 遭到中共作家代表团退场抗议的海外意义作家 流亡诗人贝林 向新唐人记者披露了当时一段不为人知的内幕 他退的是我和戴琴的场 法兰克福书展的时候 他跟我讲的就很简单 他说我退场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是中国作协和新闻出版署邀请出来的 我是中国代表团的议员 我就当然只能够按照领导的指示退场 他说了一个大实话 就是他否认了他在环球时报上 说他要在那个 看到discussion的时候 如果我要进场 他就会退席 他说他从来没有跟环球时报的记者讲 说那个是他们自转 莫言原名管磨叶 对于他的笔名莫言不少人批评 这是莫言隐喻要少惹中共麻烦的意思 不过莫言在2005年香港公开大学演讲时谈到 自己从小就特别喜欢说话 还特别喜欢说真话 给家人带来很大的麻烦 也经常被家人训词 后来开始写小说的时候 就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做莫言 告诫自己要少说话多写作 不过这个笔名并不起作用 自己还是会在不同的场合说出真话来 相对于外界对他的高调庆祝或质疑 莫言反应则比较平淡 这位曾经笑称自己写作只是为了一天三顿都能吃上饺子的作家表示 感谢朋友们对他的肯定 也感谢朋友们对他的批评 我类吻在他们说话